我們是不是請主席啊 請這個衛生署長 署長請 好 這個我們今天看到我們所有的這個立法委員 對於我們這個美牛事件非常的關注 那我不禁要想到一段話 就是說要請聽人民的聲音 如同是上帝的福音 我今天從雲林上來的時候一面看報紙 所有的輿論全部一面倒 大家對於三館五卡好像沒有信心 那如何要讓他重振信心 如何未來如果有那麼一日美牛進來的時候 大家有信心 這個就是我們衛生署要來補強的 那這個 我們都知道我們輿論裡面對於 這所謂的我們目前衛生署所所講的 所謂科學管理 我們所有的證據資料裡面 據說都對人體沒有害處 但是大家還是不相信 我們看到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找了一些這個指定的這個學者專家 來做這樣的報告 這裡頭突顯出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既然是科學管理 你應該啊 一個科學的東西 現在大家在討論就是 你的結果出來 大家不知道你的過程為何 很多人出去開會的 也反對說 我當時講這個話 為什麼 不以比較嚴謹的一個研究方法 也不需要 時間可能不大夠了 你用這個所謂的 這樣的瘦肉精 到底對人體有沒有害 的正反兩面的學術研究報告 全部把它呈現出來嘛 那你就有一個結論 說我們認為這個東西是無害的 那這樣才能夠 正反兩面呈現的時候 才能夠取信於民啊 消費者 人民或者是業者 大家自由公平嘛 那這個衛生署站在一個 一個專業立場來下一個結論 說儘管 有些人認為無害 或者是我們剛才在野黨的 有些學者專家有提到 可能有一些東西啊 殘留的 未來二三十年啊 之後可能會浮現 這樣的一個聲音 不能 沒有聽到啊 這個我們雖然不是專家 但是看到某些 個別專家的意見的時候 消費者會害怕 所以 我覺得在強調 科學管理的時候啊 應該要這樣做 我看到今天看到報紙 說美國啊 這AIT的主席對於說 這台灣政府 要用所謂的科學管理的這樣一個 表示敬佩 欸 我們是不是也 美國要進口牛肉給我們 我們台灣除了自己收集資料 來做科學管理 我們也要求美國 來提供相關的研究報告來給我們啊 他們是進牛肉給我們啊 我們是買他們牛肉啊 是他們賺到啊 我們是美牛 大家見仁見智啦 所以這個是我有關科學管理的部分啊 這個要想辦法 更加的能夠取信於民啊 人民的聲音不能沒有聽到 這是第一個 我請這個我們署長啊 我們衛生署這裡啊 所有所有的同仁啊 大家必須要要要注意啊 那我看到啊 這個三管五卡裡面啊 我當然也注意到 這個譬如說在源頭 也很積極努力去查驗了40%到50% 那在邊境啊 查驗了大概5% 但是市場的不合格的比率啊 也還有22.4% 所以換句話講 目前美國牛肉在市面上的 有抽驗的不合格率也是非常高 雖然我們現在這個法令還沒有修改 但是呢 這個我們自從2006年啊 有這個去骨牛肉進來之後 衛生署在這段期間 似乎沒有來善見啊 告知所有消費者的義務 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現在才在講 強制的這個這個標標標示 當時來為什麼不強勢標示呢 應該一開始2006年的時候就強勢標示了啊 所以這個動作錯得太慢了 這太慢了 引起大家你要現在進來的時候大家害怕 害怕 你要想辦法要重振信心啊 那還有啊 在這個市場的這種 查氣方面啊 我們在最近大家 積極的來查 衛生署 包括我們各地縣市政府的衛生局 是不是有能力 來做這方面的查氣跟檢驗啊 書中你講一下 講一下 講一下 人有夠 機械有夠 設備有夠 好 那個譬如說 我們最近才完成的視訊會議啊 那裡面就是希望 每一個縣市都去抽 抽完了以後啊 一個比例的抽出抽以後 抽完了以後 都集中到 我們的中區辦公室 那從中區辦公室呢 來做檢驗 所以這樣子他們的 就 技術上 就可以解決他們 其實啦 有時候在減減這個 你說在查氣人力還是 很大的問題啦 我煩惱地方政府啊 不然時間不然難啦 你現在會變成怎樣呢 變成說你整個定 不管是10 10的PP PPP啦 還是2.5啦 不管啦 我們不是專業啦 你現在整個定之後 變成像 大家擔心說 你有一個開一個口啦 大家進來了 你根本沒有能力查去 都會變成空的 信心因為這樣而瓦解 重點是在 我覺得是在這個 我當然本來 本來是要明天是情流感的啦 我昨天還回去啊 我們的雲林啊嘉義啊 拜訪了一些我們的基隆啊 有關這個我還會查 就是在查驗上啊 化驗上是有一些時間的 delay啦 那 人力恐怕也不大夠 你要轉轉轉轉 另外啊 這個傳統市場 是一個非常大問題 包括家禽類一樣 這個牛肉一樣 我不知道你 這個署長 對於未來啊 你說如果流入啊 傳統市場的 這個 這個你要強強強強強制標示啊 你有沒有什麼副案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個 你有沒有什麼副案 好 我想其實強制標誌喔 在我們目前喔 我們也在在抽查有沒有強制標示 那在大賣場超市這些 我們都可以到九十幾% 那麼其他的地方呢 我想他們執行單位啊 會更清楚 不過這個我只是說 我們三管五卡 我們一定會做得很好 現在越來會越好 你剛才提的我們都會 這個啊 就是因為大家 是是 報告委員 那現在目前的法裡面 對於所有的賣場啊 這些我們都有一些 強制標示的一個規定 那但是日後 我們會來提一個修法案 讓這個所有的餐廳 包括您剛剛提到的 比較大的這些傳統市場 他一定要有一些標示 讓民眾能夠很清楚的知道 說他這個肉的一個來源 好 這個要給人民信心啊 人民才會支持啊 要不然這個 人家要挺都挺不下去啦 是 可以給我一分鐘 我大概簡單提一下 你剛才幾個問題 那我想這個 人民的聲音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都在聽 同時也聽專家的聲音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最近 這個像美國跟日本 韓國這些報告 也是一直在進來 這個我們都會參考 將來做安全容許的一個參考 那另外在 我還是在 研究上 我還是跟委員在報告一下 就是說 真的這麼久 我們在 這十幾年 美國使用十幾年 日韓 那麼都沒有查到一個中毒的個案 只要有一個中毒的個案 我們就重新評估這個案例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我想一定要補充一下 有利於衛生署的要講大聲一點 我們這整個辯論上 衛生署這邊節節敗退 節節敗退 那 人民還有一個疑問 當然我們剛才的一些 這個 反對黨立法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2009年 Codex 它暫緩來公告 這個 這個 這個數值 為什麼我們那麼急 要在這個時候 不等他開完會之後 我們再來 合併跟他來 這樣不是輕鬆審視嗎 你的答案是什麼 OK 那個 Codex 這個經驗 這個康局長 是真正的專家 是 跟委員報告 其實在所謂的 WHO 或是FLO 就是世界農業組織 在所謂 風險評估的 那個專家 是 所謂一個另外一個 JECFA 那JECFA 在已經是把這個 草案提出來到 Codex 但是Codex它有兩個目的 就是其實 是現在 像那個 我們訂了100多個 動物用藥 那美國有90幾種 但是Codex只有60幾種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最主要的一個 就是說 有世界貿易的 關切的這些 動物用藥或農藥 才會 定一個標準下來 那這是有利在WTO的一個 談判過程中間的一個規範 那所以 這個在過程 在這個過程 在放到Codex的時候 歐盟當然是 因為它的本身的政策 而且在法上面 就是寫的 不得用任何的 那個生物生長激素 放到飼料淨渣劑 當然也包括這個 Ractophamine 所以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間 他們一定會提出一些 反對的理由 那對於這個Codex 是否 會通過 我想這個 並不是一個國家 在對於這個殘留量的一個 標準的一個 設定的一個 一個基準 所以 Codex有時候也沒有定的 其他許多國家都有定 這例子非常的多 那這以上報告 這個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啊 美國 這個以老大哥的姿態啊 對我們台灣啊 要來輸入牛肉 麥當勞裡頭有非常多的 這個漢堡牛肉 是半成品從美國進來的 剛才有鐵漢堡給你吃啊 有沒有做 這方面要好好去查 麥當勞 特別 這個美國對我們這樣 我們對於美國的這個企業啊 我們特別注意啊 是 包括委員 那個因為他的絞肉不能進來 所以不會有那個漢堡肉進來 喔是這樣嗎 是 哪個絞肉啊 對對 美國的絞肉 是 好 好那麼 最後一個呢 就是要加強 宣導啦 我覺得時間是有點慢啦 因為過去當然 這個 進口 這個去骨牛肉 2006年進來 這段期間 衛生署似乎沒有 做一些事情啊 那我在 提案的時候 也提到一個 一個網站公佈 給大家知道 目前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有些哪些用藥 合不合格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我們